吉隆上攻对手能人加伤 突破对方防守 运巧后三个剑步纵身一跃 球在天空中就像一道不幸划过天际 竟然得分 财台法人吉隆一新文教基金会 办理国中篮球赛多年 打开名单一看 台北金华 苗栗名人 新北安康 台北新义等校 几乎都是历年来的冠军常客 这个礼拜一连五天在吉隆上攻较劲 我们今年办了这个国甲邀请赛 那我们以前是没有很少在办国甲邀请赛 那因为场地的关系 我们就是邀请国中六队 高中六队 那这一次呢 国中来的呢 这六队呢 全都是呢 一军有精华 有名人 有安康 有信义 有普礼 还有我们在地的民传国中 邀请外面的球队来丙地打球 那刺激球员的这个球技 希望他们的球技呢 可以更精进 那二方面呢 因为基隆三宫呢 这个洪校长啊 他对这个篮球非常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被他所感动 那我们觉得给他一个曝光度 让台湾省各个国中的好手 认识我们这个基隆三宫 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多效校长齐聚支持 机商校长欢迎来自各县市的队伍 也提到基隆上攻的篮球队 在今年HBL赛中 惊奇逆转 基金全十六强 今年呢 代表基隆参加了高中篮球联赛 这一次可以说面对的都是墙底 不过在整个金涛海浪中 虽然呢 我们落后了十九分 但其实我们的孩子展现了一个不服输 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整个局势能够逆转 这也代表了我们基隆一个孩子的一个任性 我们期待把这份荣耀啊 都能够带回基隆 那接下来继续下一个拼战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成绩 那如果说基隆上攻是基隆篮球发展的一个成果 那我想一信碑呢 也就是培育我们整个基隆篮球人才的摇览 那我们这一次真的很高兴 能够跟我们一信碑合作 能够在我们基隆上攻这边来打这场篮球 那也期盼我们这样的合作 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基隆篮球人才 这场比赛深受各队重视 几乎派出一军球员出战 基隆市由民传国中代表参加 欢迎热爱篮球人士戴好口罩前来观赛 为选手加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